YOUHOO 好啦 其實他們三組的風格 都不太一樣 對 而且剛剛你知道 TOPWA的男子彈一表演完 對 然後Lead會在旁邊說 姐姐你開心什麼 姐姐你開心些什麼 姐姐你開心些什麼 你說什麼 你可以慢慢說 他在旁邊不好說 不會不會不會 我看起來很難說就好 你老實說盡量說慢慢說 對 慢慢說 太帥了 對啊 天啊 對不起 他剛剛一直就露出那種 姐姐好開心喔 今天來茶節目 製作幫跳一下 不行 為什麼 千萬不行他跳起來會像外單狗 對 我以前老師教我那個上律動 然後我拍子打得很好 但是我上律動又找不到 然後我就這樣 不會 我覺得這樣還滿有自己的FU的 對啊 還不錯 這是大概我練習了兩年之後的成果 我當初原本手的上律動是 然後說你不要在那邊走了 但我覺得之後可以融入在你們的表演風格裡面 對 下次你試試看 不一樣的感覺 對啊 搞不好那個廟會就會找你們 你說大吼的那感覺 那男子仔你們準備這個表演多長的時間 兩個禮拜 沒錯 對啊 算是一個新的常識 因為其實我們一直想要這種嘻哈的感覺 對 感覺 不是 我跟你們講 最近家瑋比較不講話是自從人家說他不說話 裝酷的時候 看起來有點像TOP 裝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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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裝一個角度 他就再也不太說話了 其實也OK啦 對 好啦 可以啦 因為其實啊最近流行的這些舞蹈 就是我們想要把它匯集在一起 對 對 而且一定要跟就是解釋一下 剛剛跳完呢他就問我們說 剛剛我們有一句歌詞是 What you mean weep What you mean weep What you mean may may 他就很興奮 他說 他都不是啦 太可愛了 因為像奶奶這個是美國 他們一個很流行的文化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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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不是那個意思 我只能說獨立樂團應該 平常壓力很大 對 而且你們把這種事情講出來 你這樣 立得會以後怎麼做人 對啊 今天還要入圍金曲獎 是 搞不好還跟你們一起入圍 我跟你講 對啊 他們對那種詞彙都比較敏感一點 對啊 好啦 那剛剛三組表演看完之後呢 都表演得不錯 是要初步的先來做一個討論跟結選嗎 沒有沒有 我們後面還有一趴真心話 今天是整集的統籌有沒有 剛剛的才藝其實三組表演得都不錯 還有啊 對 但我們後面還有狠的 只要是團體來呢 我們都一定會問到一些團體之間的小八卦 對 馬上進入的是真心話 好 接下來呢就是這個真心話 老實說 對 但沒有大冒險好不好 所以大家很緊張 因為本來在團體裡面 大家講求 對 還有一個就是 沒錯 對 所以呢就是 有時候心裡有一些話 總是不好意思說出口 對 有時候為了團體著想 那個和諧呢 可能也是裝出來的 是個假象 對啊 所以今天呢 大家竟然來上節目 這個放鬆一點啦 9453 不用太拘謹 想說的話就盡量說 對 沒錯 但是聽到我們的問題呢 還是要誠實以答 好不好 Epop 好 首先第一題 大家都有拿到圈插板了 有 好 要誠實回答 老實說 第一題 有因為出道之路太艱辛 腦海曾經想過要背棄團圓的念頭 轉換跑道 有這個想法過嗎 請舉圈還是差 請舉牌 1 2 3 好 其實呢 在你們這麼多人裡面 舉好 不要改喔 舉最快的就是 舉最快的就是姨伯 沒有 因為前一陣子 其實有一些訓練讓我就是 快受不了 因為我腰受傷 然後那時候就是剛好 他們帶我去宜蘭衝浪 然後我看到一個就是年輕老闆 開的叫育冰店 我想說我也可以去投資一下 那時候是 那時候開始有育金還是 育冰店 育冰 對 育冰店 而且還就是經營得不錯 賣冰的是嗎 對 賣冰的 對 等一下 你私底下不是這樣講的 那我怎麼講 對 私底下他都說什麼 說出來 就是 因為他覺得 其他人唱歌真的有點難聽 你沒講實話你黑掉 你抽出黑掉 所以有時候他就會私底下跟我 我看不累 看不累 我現在到底怎麼了 你還是當TOP好了 不要說好了 你不要講話 對 昨天發誓我沒有講過這種話 我跟你講家瑋你不說話會比較紅 對啊 沒有啊 那你如果硬要說英文 你可以跟Apple組一團 對 真的 我們兩個都不要說英文 我可以跟前面兩團 分享一個他的那個 講英文的那個經驗 你很帥 有一次呢 我們一起拍一個節目 新節目的一個T-shirt 那你知道我們有時候 新拍的POMO POMO 不是POMO OK POMO 然後呢 他大小姐 因為你知道有時候在拍攝的時候 會有一些 然後呢 剛好那個工作人員就拿一個電腦 過來說 這是我們待會兒要拍的 然後他就說 然後我們全場傻眼說 怎麼會有Room Service這個東西 對啊 一死口誤嘛 難道你們不覺得Room Service 跟Reference很像嗎 沒有 沒有 很像耶 我覺得很像的耶 等一下等一下 真的跟翔翔一樣啊 我們去一個餐廳 然後我走到那邊地上寫 注意腳步嘛 翔翔就過來說 哥等一下 這我來 What's up What's up 你們 等一下你們那一團 不會有些人可以真實去念點書 我們三個可以煮一團了 館長好好管一下好不好 不過說實話 我在這個 我知道下次出一機 也要把我們三個丟去國外 多好看 在男子他裡面其實每一個成員 在這個過程中 都有人想要背棄的 真的耶 因為剛剛一問了這一題 結果他們全部人都舉圈 看他們的團體要撐多久 不是 因為回到這邊 我之前是因為真的身體的關係 所以想要去做生意 不是想他講 你是因為身體的關係 那我們來問一下身體最壯的好不好 孟遠 連你 你是團長 但你都有想要轉換跑道 背棄團員的想法 我可以 因為那時候其實我們剛簽 就是到我愛男子漢第一年 那時候就說 那個男子漢 暑假出道發片 結果 等太久了 沒有啊 但後來才知道 是因為公司要就是耐心的培訓 對啊 你都沒想想看 你都沒想想看 這會等多久 對 還好啦 講講話 他只是個人專輯等比較久 他以前在團體的時候 其實滿紅的啊 對啊 對 所以是等待讓你那時候 有點想卻步 對 因為其實 小弟我已經也快要 三十而立了 你有嗎 我快要啦 將近嘛 將近 快要喔 對 沒有 但是他那時候是 對 你不要再講這些可憐事 你不要再講 你們都要出道了 沒有 我必須要再講一下 當有人身體出狀況的時候 會特別想離團是這樣嗎 對 這是有可能 因為那個是心情的關係 紀元呢 你舉圈 對啊 因為之前 因為我之前很胖 然後非常的壯非常胖 所以呢 在過程當中 就是公司會有限制體重 然後就要慢慢的結實 然後我發現 真的非常痛苦 然後自己痛苦 然後又想要吃的東西 又沒辦法吃 然後身邊的人也會引誘你 所以呢 這過程中都非常讓我想要 就想說算了 對 那你現在的體重 跟你之前最胖的時候 落差了大概幾公斤 將近有10公斤 對 10公斤耶 妳是為了 為了要就是做這個團 然後妳就是減肥10公斤 對 好辛苦喔 這真的要毅力的 對 真的是中途會想放棄 這樣聽起來感覺慢慢說 好像比較開心一點 對啊 他們都沒有這種想法 對啊 我們都綁在一起了 因為他們如果 他們一旦如果吵架的話 就單飛了 真的耶 他們就只差一個結婚證書了 真的 那我想問一下 那妹妹呢 妹妹也是舉圈 對 因為我覺得年紀的問題 其實還算是滿大的一個考量 對 所以有時候會覺得 還要繼續嗎 還是就是乾脆去找該做的事情去做一做 所以曾經有想過 是 所以還是有一個夢想在那個地方 支撐的自己 是的 真的 但是就是眼看著自己一天一天的過了 會緊張這樣 還是會啊 因為有時候醒來想說 什麼今天又過一個月了 什麼又半年了 但是好險妳又有堅持下去啊 對不對 但是夢緣是 什麼又過一年了 什麼又過一年了 是 然後就過了四年了 對 對 但好險有堅持下去 有機會可以聊一聊 所以才有現在這個團 是 好 那最後一題了 最後一題 你有沒有認為說 待在這個團體裡面 其實你身邊的團員 會拖累你自己的事業的 覺得那個人是老鼠屎 對 覺得團員有拖累你嗎 有這種感覺的 一 二 三 請舉牌